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這一次是四球輸給水晶宮 我自己覺得是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感覺歷史又再重現一次 因為過去兩次炒教練 不要計難力黑那次 魔佬是給利物浦大炒一場 那場輸3比1 但是被人射30腳 被人射30腳就是一個新聞 但是在今季來說 其實已經是習以為常 所以其實標準是再跌了 蘇斯克查的時候 就被屈福特大炒4比1 今次來到水晶宮 是炒我們4比0 而且波都進不到 完全無橫手之力 這場波我自己本身預計 最多的可能就是和波 賽前分析我說和波 我都當贏了 但是輸我也有猜過 但也猜不到會是0比4 這場波無論是萬聯的球迷 或者我的朋友 不是萬聯球迷都好 是看到目定口外 就是問我發生什麼事 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全場波的攻守 全控 迫搶 近乎都是0的 一點內容都沒有 可以說水晶宮這場是贏得 不費吹風之力的 是很輕鬆的 真的好像練球一樣 以前我們對著萬城 萬城踢到練球一樣 我們都說人家是強隊 差距在那裡 但是水晶宮 只是一隊新教練上任 不足三個月的球隊 其實人家是短時間內 轉出一個形式 轉了打法 轉了球員 然後已經打到這個水準 打死了我們 完全沒有戰鬥力的萬聯 輸完這場 其實歐洲賽的資格 都不是說歐聯歐霸 連歐協盃 我都覺得已經很渺茫 真的很渺茫 因為對手紐卡蘇 4比1大勝搬尼 這五輪 他們真是散鏡到爆 就是輸了給水晶宮 其餘那四場 多數是藥隊 但都贏了一場球對著熱刺 所以你看得到 水晶宮的確有點了 贏了紐卡蘇 但是紐卡蘇 其餘四場都贏了 所以人家的狀態比我們好 車路士 就5比0大炒韋思涵 近五場球 三勝一和一負 只會輸給 潛烈的爭冠對手阿仙奴 所以 沒有人可以質疑 兩對球都是狀態比我們好 形勢都比我們明顯明朗得多 看回積分榜 第八名以下的 就不需要再看了 因為任何球隊 都不可能上來威脅到 紐卡蘇和車路士 只有我們 還在第八名 其實我們前面的十幾輪 一直都在重複一句說話 就是我們的表現 是不足以 或者不值得 留在前六名 因為我們一直都站在第六名 不知為何 無論打得多差 和了藥隊 輸給藥隊 輸極都在第六位 因為那時紐卡蘇和車路士 一樣都是這麼壞 但是就近乎 一個奇蹟的情況下 終於回到現實了 即是第八名 現在看到車路士 過了我們頭 因為德塞球 多我們十四球 紐卡蘇多我們兩分 德塞球 多我們二十五球 你看到德塞球 你就會覺得 我們其實連第八名 都有點不太值 現在落後兩分 都算是這樣的 我們整季的表現 其實今年沒有試過 第六名以上 最高都是第六 最低是十三名 現在第八 似乎都回到我們屬於的位置 最後的賽程 大家只剩下三場 我之前有些預計 我就修正了 我現在覺得 我們三場 都是有機會輸 零分的機會是有 你好一點 突然間生勝 就隨便一場 拿回一分半分 你要贏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 怎樣可以贏到阿仙良 你贏到紐卡蘇 贏到白禮頓 因為白禮頓最近都比賽 贏到一場 紐卡蘇 我會修正他們 狀態更好 有機會贏到我們 有機會贏到白禮頓 對賓福特那場 作客可能就難打少少 或者戰意都不是很大 到時他們可能 應該都確定了某些事情 車路士也是 我修正了之後 我認為他們會有機會贏到森林 作客白禮頓可能就難少少 潘尼茅夫 有機會贏 有機會和 所以預計的分數 我們最好 57分 已經是創歷史 英超歷史曼聯的新低 因為最低是58分 最差輸了的話 就是54分 就會結束這個賽季 都不是危言耸停的 紐卡數是59到63 車路士是57到61 我估計 似乎都是紐卡數 拿第六機會大些 車路士會拿第七 其實我們 其實就是第八 我覺得似乎是第八 這次這場的戰術 我簡單分析一下 最後 真的重要一點 就是討論一下處境 以及怎樣處理 教練的位置 應該炒還是不應該炒 我們待會逐樣和大家分析一下 開始之前再和大家推介VPN 多謝Surfshark VPN 繼續支持 有了Surfshark 最重要的是 不需要再擔心自己個人資料 是受到導用或者外洩等等 對於看波的網友來說 最重要就是幫到你突破這個國家地區的限制 據說現在支援的地區數量 已經超過了100個 可能會是市面上最多的一副VPN 看波看器都不需要再擔心 還有記住你買一個Plan 其實已經是可以share 給你整屋的人去用 支援的裝置數量是無上限的 你所有的電腦手機 iPad等等的裝置 都全部可以用得到 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趁著現在最新優惠 現在做一個叫做 訂購兩年VPN的服務 是可以有一個獨家的優惠 還有一個額外三個月的使用限期 快點按下面的連結 輸入我們的專屬CMAC 去訂閱 先講講這一場球 我自己覺得 在賽前的一個壞消息的籠罩之下 即是Buno 所以就已經預計了他 今場是不會有任何的後備籍 或者正選的 麥加雅也都在臨開球前那一天 又是宣佈他受傷 其實這兩位球員 大家幾不喜歡他也好 Buno很多人批評他 我自己也批評過他 即是狀態跌了 但最近這幾場球 其實他兩個是最關鍵的兩個 麥加雅防守OK 入球也有 Buno就七球兩助攻 沒有了他兩個 其實這場球我已經沒有任何的希望了 我覺得輸了九成 因為水晶宮的能力 我賽前分析見 用幾個小時去看他們 已經知道他們去到什麼水準 以萬聯沒有了這兩個球員 是完全不會夠打 伊雲斯叫緊急復出 但其實有傳舉 賽前那個體測 Fitness Tax是失敗 是通過不了的 所以其實狀態不夠 只不過教練覺得不夠人 就問他可不可以出場 他就說頂眼上 你見到他其實身體質素真的差 被阿馬迪打爆他 爆到他好像一個七十歲的叔叔 阿伯 完全回身 轉圓的身都還是釘射在地 這個就是狀態的問題 完全是不會怪伊雲斯 都是頂眼上 卡斯米露就搭著一個這麼不fit的伊雲斯 之前呢 卡斯錶還有個fit的麥加雅 如果錶完後面有個不fit的伊雲斯 其實註定了你怎樣踢都好 一定後防是會錯漏白出的 這場球是沒有可能keep the clean sheet 是吧 這樣的情況下 又在麥湯又未能夠復出 是吧 其實你的選擇在中場就很關鍵 是吧 即是怎樣去選去降低風險 最大程度下 是吧 都不會絕對安全的 怎麼出都好 那麼阿姆拉拔艾力神文盧和孟治 四個選擇 這四個呢 有三個都叫做長期都沒有什麼傷的 阿姆拉拔艾力神和文盧其實就沒有什麼的 孟治就傷了整季 其實狀態都不好了 結果呢 無論怎麼看 我自己都覺得 阿姆拉拔呢 一定要是其中一個 是吧 即是沒有了卡斯在中場 你看到過去幾場呢 對著弱隊 石飛聯我們OK 對搬離我們已經不OK了 搬離不OK 再加上後面沒有麥湯 你怎樣都要把阿姆拉拔進來 我不管你是真的想打Proactive也好 什麼都好 你沒有一個穩定的後 即是後場 中場 核心的位置 如果你懂得足球少少 你都會知道中場輸了 是不能踢的 你怎樣都好 你打什麼戰術 你都要擺個人出來爭一下中場 結果是沒有 是吧 用孟治文奴艾力神 其實這個組合一出場 大家都 其實是 真的 倒抽一口涼氣 是吧 你見到都不可以為 在這樣的情況下 根本就是零work rate 零防守 而對面那兩個中場 是真的 是非常之爛打 非常之勤力 又硬正的中場 是吧 和頓同為曉時 是怎樣打呢 不能打的 你這樣踢 這樣出其實已經注定了這場會是災難 是吧 同時 你想要的效果一定是想控球 是吧 即是廳下肯定是想控著場 什麼都好 但是 你用了他們三個所謂技術型的中場 是吧 但是又不見真的有控球 整隊 要不就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要不就沒有膽去做 是吧 如果你看到這些擺出來的棋位呢 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其實前兩場呢 都還有一些意識是下來拿球 但是你看到 奧娜娜呢 他好幾球都是這樣 一開球已經知道這場球是亂的了 你看到他控球 其實就是 就是卡斯米露和伊雲斯傳來傳去 沒有什麼option 就回到後面給奧娜娜 你看那些閘位騎邊 雲比沙加是完全不知道他去哪裡 整場他都不知道 他想上就上去 想下來就下來 就是永遠那個棋位都沒有一個定位 達樂又是 上到去都 畫面都結不到他 即是 挨近中場線 我想大概是 在這些位置 我滑鼠的位置 差不多 奧娜娜是不能選擇的 即是他兩個閘位都不在 你就算給到艾力臣都好 其實這些位置你上到這麼前 人家遮線就很容易 他已經有半個人遮到艾力臣 他的頻道已經收得很窄 即是奧娜娜 是不敢給到艾力臣這個位置 其實你就只剩下一個選擇 就是大腳 這場球你看到後場我們有很多大腳 卡斯米露也是 奧娜娜也是 根本就沒有人敢下來拿 拿球來用球 要球 那你出三個技術型的中場 做甚麼呢 又不是用球 那你扔上去 你一扔上去 前面又頂不到 是吧 一頂不到 跟著又甩下 一甩你又搶不回來 是吧 孟智其實你看到他 這場是踢到他 是很屈門的 因為他打開的球 他喜歡打地面 很多次你見他 即是我看一場球 我是自虐地看這場球的replay 是吧 一直看著孟智 他是另一手 我要球 沒有人可以 跟著就 那些隊友斬上去 他就仰手下定一點 是吧 即是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跟著就上上下下 他以為下來有球 他就斬了上去 他跑上去 上科佬 那些隊友又掉了 又掉下去 是吧 其實孟智這場是完全隱形的 因為跟不上 都不知道隊友想怎樣 他是完全融入不了對球 跟班奴的作用 是完全沒有得比較的 那跟著呢 防守又怎樣呢 你扔上去 如果你中場搶得都OK 但結果見到的就是 文盧不斷的50-50 輸了 就是撞過去 又不夠人 就撞 跟著被人搶 他又換不完球 間中有一兩下 球證吹罰 就叫做可以延遲到一下 但是 其實都是很難 很狼狽 那艾力臣就不用說了 那些球 人家拿球 他是有意識去拍的 就是你見到他 他不是不想做 但是就是你見到他是很慢 是吧 你看一下文盧的數據 唯一一樣東西 他就永遠做到 就是全球成功率的還是高 是吧 就是他全球是實正的 是穩定的 有時候人家拍他 他用他的腳下功夫 幾下tricks 是可以能夠 escape得到出來 是吧 所以他是可以撞到球 少少 但是他的球 就比較安全 都還是那樣東西 是吧 其實連三四個月前 我已經是這麼說的 那些球多數是橫傳 向後傳多 是吧 Progressive Pass Sessions 從來都不多 那麼這場球 他是全隊第六 是吧 200多馬 中規中矩 那麼失控球呢 不算太差 有撿到第二球的了 九次已經是整隊最好之一 那麼 Over 53次 是吧 都做得算幾好 但是在防守上面呢 爭頂沒有 爭頂一次失敗 然後Tackle有五次Tackle 就只有兩次成功 這個其實成功真的很低 因為他就是身體質素的不夠 拍過去 或者速度不夠 是輸的 整個拍完 有時自己打低 人家繼續向前進攻 作為一個拖後的六號 這場是他拖後 不是Alex 是0次Interception 0次Block Shock 這兩個數據 我自己是很開眼的 因為這場球 你看到水晶弓 是有無數那麼多的機會 在我們的禁區頂 去做Cutback 是不是 去做 未必是Cutback 可能在禁區頂 就全兩腳就射得了 是不是 作為一個墮後的防守中場 是不是 你有無數的機會呢 是可以做到Interception 或者Block Shock 只要你做到 人家就沒有那麼多起腳機會 是不是 但是他一次都做不到 其實都再次證明 他的能力 你在打一些高強度的對手的時候 是不夠用的 就是只有 在球隊控制戰局的情況下 是吧 其他球員狀態Feed的時候 他不需要做很多事情 是吧 他沒有那麼多別人 turnover的機會 其實他才可以的 是吧 一受壓 其實他對於防守 是完全沒有幫助的 是吧 文露暫時 都還是一個年輕人 就是未能夠擔到大棋 那艾力神呢 所以就反過來 他 不是年輕人 他就太老 是吧 就是他年紀不太老 但是他的身體機能 真的退化到不得了 這場球 你說他不是踢得很差呢 他又不算的 就是他全球都OK 有五十多腳 就是Progressive Passes 多過密盧 三百多馬 失控球又不是很多 那以他的身體質素來說 撿六次第二球 都算是這樣的 全球成績率又不是太差 有些死球去處理 那些就跌了一些 但是你看他的防守 他都是零的 真頂是沒有試過 Tackle也沒有 Interception也沒有 Block Shot也只有一次 所以兩個防中 就是所謂靠近防守 那兩個中場 加起來都是零 Interception 那怎麼踢才行呢 就是你 今場大家的焦點 都可能會放在卡斯米路的犯錯 就是覺得他飆飆失了 但是你的中場是這樣 你有時候很難怪中堅 就是他飆 你就覺得他飆失了 他不飆 其實就可能一路退 一路退 就被人射 又是進去 其實是 為什麼會令到你的中堅 這麼exposed 才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你明知道你的中堅是不fit 或者不適合打 一個剃攻加一個不fit 你中場是不可以這樣踢的 就是加上他的狀態 是不是很好呢 卡斯 中後場的空間 是大到好像一隊業餘球隊 我甚至覺得有些業餘球隊 正正經經擺好的陣勢 都可能好過昨晚的曼聯 就是你看看這些球 輸第一球之前那些球 我真的 我看直播都不留意 原來是別人的一個界外球 打進來 界外球是最多時間暴陣的 因為呢 本身的轉播那個導播 他都感受不到這球是一個危險 他還在拍攝廳黑 拍攝後備席的情況 一轉回去 人家已經是奧列斯拿著球 轉身就已經逼到卡斯米盧 要上來搶 這個界外球 有五到六秒讓你報防 你看我們的中場在做什麼 問路 他站在這裡做什麼 這個位置不是他要站的地方 你要站就站前一點 或者艾力辰回來了 你才有資格站在這裡 你站在這裡 其實是沒用的 你又遮不了這條線 人家扔了下來 奧列斯拿著球 他給了直線上去 馬迪達那個洞是大到爆的 他沒有任何遮到任何的線 別人一樣可以切到直線進去 你沒有對奧列斯 又沒有遮馬迪達 其實他就是站錯了位 雲比沙加 我都可以說 他可能在這邊 擋著教育球 他對前一點 可能他打算前壓 艾力辰也是消訴 這些球 怎麼可以給奧列斯 人家是右翼風 即是左閘、防中、左中場 幾個球員 沒有一個可以停止到奧列斯 其實完全是前面球員的問題 而卡斯美露是因為你們的犯錯 到時他不搶就不行 你看看這球球 他不飆上來 奧列斯塞直線去馬迪達 又怎會跑得贏呢 伊雲斯 其實都是要輸的 你不對他就交 一交我們都是玩完的 所以卡斯美露一錶 他就錶得壞 狀態差 這個的確是要說的 然後你看看後場的狀態 不輸的偷笑 一定是會輸 後面只剩下兩個人 達洛和伊雲斯 這些全部好像看球一樣 阿力神 你拍失了 散步 雲比沙加一路散步 人家的右翼位都上來了 如果人家跑前兩步 奧列斯卡進來這邊 比下去直線 比亞加利走 比亞文洛斯走 其實雲比沙加都不會知道 他還是散步 後面兩個隊 人家三個 加上奧列斯 四個 但是你看看 這球球最大的問題 文盧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跑輸給奧列斯 由卡斯美露搶輸了那一下 其實文盧是前過奧列斯 他的位置 他沒有輸 起步的位置 起碼前他一個身位 奧列斯在後一點點 但是到他去到禁區頂起腳的時候 文盧竟然是一路四秒幾乎 三秒幾乎 是碰不到奧列斯 由領先一個身位到落後一兩個身位 一路就在吃塵 你看看那個慢鏡重播 其實奧列斯不是跑得很快的 我覺得文盧 我覺得要不你就沒有盡力跑 要不你那個速度真的好慢 你看到幾無助 伊雲斯遞了手 喂!拍過去吧 扔掉他吧 扯掉他 什麼都要 結果是沒有人做事 達洛沒有什麼可以做的 這邊還有兩個 其實兩個人 隨便一個都救他死 這邊伊雲斯要記住馬迪達 右邊的你看 文洛斯 沒有人記住的 雲比沙加 誰在乎 他好像是告訴你 又不是我失誤 橙塞的那個是卡斯米路 關我什麼事 他不回去 可以 最後如果人家射完 不入奧 撲回來 右手邊被人撿雞 那雲比沙加就要背鑊 你沒有背鑊 就幸好 因為那些隊友是先死的 你看那些態度 從未輸球那一刻 我們這條防線 已經是不知道在做什麼 中場和右閘左閘 所有人都是放失失的 然後就是前場佬問題 停不了那個球 海龍 加拿祖這兩個球員 今場是給對手的中場 教育他們 每次拿球 中堅也好 防中也好 真的兩秒內 我們必定失 就是球球 只要你傳到加拿祖的腳 傳到海龍的腳 在中圈以後少少的位置 兩秒內 一定被人拿 就是三個球員都是這樣 安達臣和這個 一對防中 一定贏的 就是你看到伊雲斯呢 其實他盡力了 他整場球 你的隊友不冷靜 伊雲斯還是很冷靜 他還是想保持球 他都不想給你 他相信你不過 給了你 你也是亂來的 他自己固定那個球 人家馬迪答逼他 他都不管 他就一路等最好的傳球時機 到他找到了 他向前傳傳上來 給中鋒的位置 海龍呢 就是每一次 都是球來到的時候 對手都未施壓 他基本上已經跌跌的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我目測看上去 我覺得海龍好像肥了一點 我不知道大家能否覺得 我專門移動近 去看他的相片和他加盟的時候 他是漲了 但他那種漲呢 他不是大隻了 不知道是不是 是傷了一段時間 那些飲食 或者來到英國 那些沒有什麼家人 總之就是 我覺得他是沒那麼必 所以是倫倫盡盡的 你看到這球球 安達辰是未真的用力拍他 他自己想著咬位 咬一咬 然後自己失重心 就踏在那裡 一踏低 他中場又不是很搶 立刻這球球 已經是被人打反擊 又射中籠 奧娜娜就已經被人省死了 就是其實連續兩球球 各球開出來 再給韋曉士 再來一腳 你又是差一點人 就是這些球 你上去 他控制不到 立刻被人反擊 就已經有攻勢了 那真是可以說 對手的反擊 是無人阻擋 是如入無人之境 是容易過好像練球 是吧 跟柳雪高筒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我們的中場是 完全不是英超的水平來的 失了球 我們是禮牌的 全隊就更加沮喪 沒有了心機 然後就90分鐘 其實只不過 就是在重複我剛剛所說的鏡頭 就是 後面脫漏 然後中場不拍 前面撐不住 然後就來 又來 然後別人給我們 我們又嘗試表握 表不到又被人反擊 然後我們後面有失誤 然後就看看對手 把握得到 把握得到 把握不到 就沒有了 又重新來過 是沒有變過 由零到九十分鐘 一直都在重複這個悲劇 那 即是以目前的後防的傷情和狀態呢 我覺得失分給水晶宮 我是不意外 即是我不是說我覺得可以接受 或者是應份的 是吧 我都不會覺得很滿意 但是我只能夠說 是不意外的 是會發生的 即是這件事發生了 又未值得說要大量批評對球 是吧 即是水晶宮的確是挺好的 發揮 即是已經是賽前 賽後講緊 連Sky Sport的所有的 那些龐術也好 加班也好 都是認為水晶宮在這個基礎下下 下季是可以爭上前半板的 因為最近六場球 他們已經是 五場球已經四勝一敗了 相當之好的 但是如果你是拼盡全力下 和球 是吧 是吧 輸一顆 是吧 或者輸兩顆都好 我相信球迷已經習慣了 即是我不能夠說滿意 是吧 或者收貨 是已經是習慣了 就不會有什麼人有出聲的 是吧 即是龐術都不會出聲 大家都覺得是差不多 是艱難的 是吧 沒有話可說 但是只要你是 即是我覺得是正常 即是你班人是踢得對的 是吧 即是正常常去拼搏 或者正是戰術上面 佈陣上面有一點點錯誤 都不應該是輸四球 是吧 我完全想像不到 萬聯是會輸四顆給水晶宮 特別這對水晶宮 其實你看他們不是特別想數盡你 他們不是的 因為他們已經是有一種享受的感覺 無辱無求 即是他們的球 不是真的下下就拿球上去 吐死你 然後羞辱你 插花插到你暈 不斷爆到你氣咳 沒有的 他們都是一個比較慢的tempo 你失了球 我便攻下 又入了 那種感覺 是不應該會輸四球的 他自己都想像不到 即是你看回人家的球員受訪 他們都是說比較輕鬆 即是我們都是發揮自己的東西 沒有什麼特別強調我們很用力 很用心 想給這場球 沒有 他們都是覺得容易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今場看到有很多很嚴重 比戰術 或者比球員的能力 相比更嚴重的問題 已經遠遠超過普通的足球層面的問題 戰術的問題 即是我認為 你看到的 即是對球 這場球 是 我自己覺得是今季最特別的場球 我未見過球員的眼神的姿態是這樣的 即是他們的眼神 你見到卡斯米勞 他帶起隊長避章 他完全不覺得他是一個隊長 他更加像是一個十幾歲的年輕 輸到雙目無實 是吧 達洛又是 輸了一波 站在那邊插腰 看著看台 不知做什麼 是吧 加拿祖也是 即是眼神也是搖頭 空洞 他是球助 即是他的眼神 我可以怎樣 他不是不勤力 他有迫的 即是你看到加拿祖還在迫 安東尼還在飛鏟 但是永遠都不能碰球 即是這個是一種絕望的無力感 我是見到在球員眼中 他們的肢體預言是出來了 而且是畏手畏腳 甚至是沒有了鬥志 即是這件事 是真的 是似乎是跌到一個救不回的狀態 之前你就算怎樣和 被奔福特射三十幾腳 我都不覺得有這種感覺 你說還有哪幾個球員是OK的 正神面貌 正神面貌是OK 那我就覺得只剩下癌拉拔 達洛還在搏 即是有搏的 但真的能力問題 你看到他擋第三球 擋安達臣是完全沒有力了 吃不住的位置 伊雲之還算老定些 癌拉拔下來其實是很拼命的 你看到的數據 他短短十幾二十分鐘 已經是高過文露 高過艾力神 即是他搶到的球 Block到的球 其實是多過了 證明如果他 你在防守上面 他一定會做到事 有他在正選 應該不用輸四比力 就只有這幾個球員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 就是聽黑之前 那麼多次的記者會所說 很多正面的事情 說對球是OK 即是發揮可以 有很多positive的事情 很正面地說會進步 只是一些某些時候 做得不好 不小心 Mentality OK Resilient 多少讚譽的事情 其實都是站不住腳的 即是連球員 我相信 他們自己都不相信 即是他們都對他們的領隊 所說的事情 是完全是不信服的 所以這隊球來到現在 你的感覺就是 萬聯 正在贏著球 領先到 他就不相信自己會贏 是吧 因為太多次被人 overturn了 追回反超 先塞球 他是堅信自己會輸 是吧 你看到這場球 一顆 輸了一顆 他們已經亂了 你看不到他們會有 贏得回的感覺 是吧 即是一個攻勢都沒有 最唯一近榜 就是那球 吹了海龍 衝籠 但是那些球都是死球斬出來 生球是毫無任何的信心 也都見不到什麼漿法 那贏球 你又不覺得自己會贏 輸 你又會覺得自己一定會輸 那我們沒有可能可以反彈得到 是吧 我見不到任何的苗頭 有什麼辦法可以在剩下這四場球上面 能夠真是反彈 是吧 站起來 打一場新加坡 然後最後奇蹟 彈上去拿第六 拿第七 是吧 我自己覺得 是差不多已經去到走過場的情況下 是吧 你就見到還有很多 就是 之前都不多見的 在球場上面的球員 是互相指責 是吧 就是你罵我 我罵你 我整場旁述都是這樣說 這刻失了 他就一下子就在這樣 拼手 罵出口 你指著我 我指著你 然後在那裡吵架 是吧 就是這些是之前 一直都是傳聞 而在球場上面是沒有出現過的 就是很多的 說誰跟誰不和 海龍和班奴 和安東尼吵架 總之他們不太合 那些 但是現在你在球場上面見到 就是 就算之前是假的 現在都成真 就是這場球 我真的想像不到 賽後的更衣室 是什麼狀態 你見到譬如這球球 54分鐘 安東尼 辛苦地拿到一個反擊機會 他給 向前 他就給了這條線 海龍是沒有打算過接應的 就是他不認為安東尼會給他 所以他又向前跑 但是安東尼就給到腳 給了海龍這個位 他一直向前跑 回身拿不到 接著miss了 但是事實上 你說安東尼給他 合不合理呢 給前一點點會好一點 這個是好一點的 但是 一失了 安東尼是很怒吵的 你看到平時不是這樣 平時不是這樣 就是加拿早也是 很怒吵 大家都好像很不滿 互相都覺得是大家的問題 就是你踢得差 所以對球就輸 接著就半分鐘之後 就球球被人turnover 接著攻 接著安東尼就勤力回去防守 飛踩 接著半分鐘後 他還要防守完爬回起來 立刻衝上前半場 再跟海龍爭執 這些感覺 對球怎麼打呢 還要看到 換走的時候 安東尼 這一下之後幾分鐘 安東尼被換走了 萬治之後被人換走了 又是抖頭 完全沒有表情 什麼都沒有 盡了最後的尊重 就跟阿馬達拍一下手 跟阿廷克拍一下手 沒有了 接著完全不看阿廷克 你看到 廷克都呆了 他是想看著萬治 東西都不說 接著就有點尷尬 第二手就向後看 完全沒有任何交流 海龍也是被換走 在後備直到 又是在那裡 唉 拍了凳 這樣 非常非常之不滿 我不知道他生氣自己 還是什麼都好 但是這些情緒 越來越是 揭示曼聯的更衣室 真的跌到冰點 再加上就是阿馬達大路 換他進來 這次就只有十分鐘玩 坦克就在他 輸四比零 就在他耳邊 不斷說說說 說了幾秒 阿馬達大路 是一點表情都沒有 是完全呆躍木雞 好像當你發阿風 你換他出來 就好 有你說 看見阿萬治馬來拍下手 然後沒有表情 就走出場 是吧 怎麼踢呢 這麼惡劣的情況 其實都很罕見 因為 很多時候 未去到這麼惡劣 很多球隊已經解僱了教練 對以前的曼聯來說 都應該要解僱了 因為你看回的戰績 現在的戰績 是比摩魯那時候被解僱 比蘇比被解僱 比蘇比被解僱的時候 就是以往格拉沙 或者上一個高層的時候 一定他已經不存在 但是 你說炒還是不炒 目前來說 蘇元波整天 是沒有風聲炒的 你看這些賠率是零 完全沒有任何的跡象 是會炒的 是不是不值得炒 我認為不是 是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你在時間上面 已經沒有空間 你現在炒教練做什麼呢 剩下三輪聯賽 又這麼難打 對阿仙奴 紐卡蘇 白麗頓 你換個新的教練 你不要說了 現在你一周雙賽 你只剩下10天 10天後就完貴了 你怎麼訓練呢 不是 完全沒有可能訓練到 你現在對內 你根本就沒有一個可以 即是有把握星上來 會做到一個 即是叫做 肯定比聽黑的 是吧 他沒有時間調整 那你請個新的教練 根本都救不了的 是吧 那你決賽對曼城 都是同道理 是吧 跟這三場一樣這麼難踢 你換誰上來頂 你覺得是會 是會 真的一定救到那個球 或者是會有大的機會 救到那個球 是吧 拿回第六 接著決賽或者贏了曼城 是吧 沒有這個人算 是吧 你賠幾百萬 他現在炒了這個廳下 然後換一個很微弱的可能性 是吧 會有機會好轉的 其實在風險管理上 我覺得 是極不值得博的 我相信 Ineos 是應該不會這樣做的 他是覺得這樣是愚蠢 是吧 你要炒就是早點炒 但早點炒 又沒有這樣的timing 因為每次快死的時候 他又好像 有一場球又救回來 就是有反勝利物浦 捉了妹 進各盒 然後又聯賽 又和利物浦 沒有一個timing可以炒他 如果你看到這兩天 沒有動靜 我相信 就算一直連敗到最尾 只有54分也好 都應該不會炒他的 就是一定是會被他 踢了捉了妹的決賽 然後就在現有的資源 和架構下 看看怎樣可以幫到他 是吧 例如 可能就會 用Jason Wilcox 來調多些路 是吧 就會下去參與 或者會叫Fay Sir 去更衣室 震一下軍心 是吧 這些事情他可能會做 但是炒 就真的似乎不會 至於去到夏季 要不要換教練呢 就真的好看 有沒有一個好的option 是吧 有沒有人 是想來曼聯 又真的覺得他會好 過Tankhart呢 是吧 又要看看更衣室 對Tankhart的看法是怎樣 是吧 還會不會 是能夠 就是再信任他 是吧 你說這些球員 逼走教練 我是不喜歡的 但是 的確如果有些核心球員 表示 譬如Buno 是吧 我們不要算福仔那些 Buno 文奴 就是這些我們不會買的 是吧 加勒祖 是吧 甚至海龍 或者他的親兵 奧娜娜這些 是吧 麥加雅 就是馬天尼斯 如果他們都認為 一定的高層會問他們 是吧 我們現在的狀態是怎樣 你覺得如果再 再合作多一季 有沒有機會好些呢 如果他們暗示 覺得不行的話 或者甚至有些人表示 他在那裡的話 我就走了 是吧 因為Buno最近有個受訪 他是不肯 答應下季 繼續在馬雷那裡踢的 是吧 如果個個都說要走 那高層可能會認為 無可挽救的局面 他才會炒的 否則 我認為還是有機會 下年還會見到 聽一下 就是 會給一個機會 他有一個完整的醫療架構 有一個完整的轉會班底 完整的助教 好的體能教練 就給你多一次機會 你說架構不好 那下年 就看你還有沒有能力 的確是有機會發生的 那 至於 大家 有部份的球迷 就肯定是 非常不想見到他 我見到現在是五十五十的 有一部份人 就很想他現在馬上走 一部份人 就覺得我們應該要給點耐性 是吧 無論怎樣都好 放鬆點看 即今季我覺得 真是只能夠放鬆點 我自己就打定輸數 第八名的了 即是沒有歐洲賽 加上捉重杯 我都不覺得我們會贏到 下季是沒有歐洲賽 周中我可以休息 我當我養腥 我就樂觀點去看 放鬆點 唯有都是這樣和大家說 想看就看 不想看就不看 當然如果我做直播 大家想看的 就一起看 所以就看下一場波再見 下一場是對阿仙奴 希望能夠打得好好看 不要在傲脫幅上 被人炒8比2 現在人家是在傳 在說 是要炒我們8比2 萬聯球員 你能夠對得起會章 你又跟我們 醒醒定定 打回一場爭氣的波 僅此而言 沒有再多的要求 下次再見 拜拜 請坐 站ist 請坐 指按道 立場 請坐 並且請坐